大家好 我是大雄 法新社20日最新消息 荷兰政府称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乘机抵达荷兰空军基地 据此前报道 当地时间19日 泽连斯基访问瑞典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日 在社交平台上某上发文称 他与妻子及团队人员一起抵达荷兰 他表示将与荷兰首相马克里特进行重要会谈 会谈的主要议题包括向乌克兰提供F-16战机 举行全球和平峰会等 当地时间19日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访问了瑞典 在与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举行会谈后 泽连斯基说 两国已开始就瑞典 向乌克兰提供英诗战斗机的问题展开讨论 乌克兰飞行员已经开始接受驾驶英诗的训练 瑞典又提供了新的一篮子援助 同时两国将联合生产CV-90步兵战车 美国陆军驻欧洲代表表示 约200名乌克兰士兵 已完成在德国的M1埃布拉姆斯坦克训练 正等待月底美军将31较埃布拉姆斯坦克 发往乌克兰 乌克兰国防部长列兹尼科夫 透露自己将辞职 2月份 因为乌克兰国防部负责后勤的副部长 采购涉嫌买高价物品中保四囊 已经被撤职移送起诉 这位国防部副部长是利兹尼科夫任命的 乌克兰国内有认为 列兹尼科夫应该承担连带责任并辞职 2月份 列兹尼科夫没有辞职 一个理由是要继续工作 特别是F-16战机的问题 和每个月的拉姆斯坦英会议 现在援乌F-16已经确定 另有消息说 他辞职后将转任驻英国大使 评论认为 列兹尼科夫辞职 不会影响乌军的战略和反攻 乌克兰国防部长是文官 是协调者 并不会参与制定军事作战计划 不过 列兹尼科夫辞职 是乌方对腐败行为的一种警示 列兹尼科夫没有腐败 但列兹尼科夫任命的下属腐败了 他就要承担责任 这并不是一些媒体渲染的乌克兰不行了 列兹尼科夫感觉大势已去要跑路 等等无稽之谈 当地时间8月19日 西班牙国家报发布了 对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 高级代表伯雷利的采访文章 伯雷利称 俄罗斯已是一个经济疲软 依赖能源出口的经济诸鲁 他说 俄乌战争是发生在欧盟边境的一场战争 俄罗斯正对欧盟的安全构成威胁 欧盟需要保持对乌克兰的军事援重 欧盟将近一切努力促进和平谈判 但前提是 必须恢复乌克兰领土完整 当地时间8月18日 美国国防部表示 美国国务院已批准向澳大利亚出售22套 海马斯M142火箭炮系统 路德社称 该项合同总价达9.75亿美元 在美国国务院开绿灯放行后 此项军售还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批准 美澳此举是为了建立更紧密的军事合作关系 此前有分析指出 美国与澳大利亚加强合作的真正意图 是以澳大利亚为踏板 构建军事同盟体系 以支持其所谓印太战略 海马斯M142高机动性火箭炮系统的技术 源自于美军在海湾战争中大放异彩的 M270重型火箭炮 整套系统主要由 M270火箭炮的一组火力模块 五吨中型战术车辆底盘 以及升级后的火攻系统组成 装有六连装火箭发射箱的海马斯 全重10.9吨 能发射多种火箭弹和陆军战术导弹 目前该型火箭炮 主要列装的弹药是M30、M31制导火箭弹 和部分的库存M26无制导火箭弹 M26射程在32千米至45千米 另外两个型制导火箭弹射程均为70千米 M30采用减少装药的技术弹药 M31则是单弹头 在当今高科技战争中 无人机技术正逐渐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因素 曾经敌对势力的战略轰炸机 一度被视为高空领域的霸主 但如今一种前所未有的挑战已经来临 最近的一次冲突中 乌克兰的无人机部队 以及无与伦比的机动性和具备创新性的攻击手段 成功的摧毁了俄罗斯最先进的图尔2M3战略攻打机 乌军利用高性能的无人机 在俄军防线上空进行侦查 掌握了详尽的目标信息 其次选定一个恰当的时机 乌克兰军队在夜间发动了袭击 利用黑暗和无人机的隐蔽性增加了成功的可能性 无人机起习的关键在于 他们的快速机动性和精确打击能力 乌克兰军队的无人机具备了较长的续航时间和较高的续航速度 使其能够在短时间内飞越600公里的距离 并准确投放炸弹 这种突然袭击的方式 使俄军无法及时做出有效反应 给予了俄军足够的时间和机会 据乌克兰军方透露 这次奔袭行动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乌军的无人机成功摧毁了多个重要的俄军设施 造成了重大的破坏和损失 更重要的是 乌克兰军队向俄罗斯展示了自己的实力和决心 宣示自己保卫国家领土的决心 这次乌军无人机奔袭行动 再次证明了无人机技术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 它们能够在不牺牲人员的情况下 执行高风险任务 同时具备远距离打击能力和高精度命中目标的优势 虽然无人机技术存在一些争议和伦理问题 但其在战场上的显著优势不容忽视 然而乌军此次奔袭行动也引发一些争议和担忧 一些人担心无人机技术的发展可能会导致战争升级 甚至超出人类控制的范畴 因此在推动无人机技术发展的同时 也需要制定相关政策和规范 确保其合法道德的使用 这次任务的成功对乌克兰军队来说是一次重大的突破 体现他们在无人机技术研发和战术运用上的领先地位 据报道 在行动中 无人机小分队经过详细情报和目标分析后 精确计算了飞行路径和时间 成功的奔行到目标距离 然后发射有效打击 乌克兰军队此次使用的无人机 具备了先进的侦察 定位和攻击能力 这些无人机搭载了高清晰度的摄像头 红外线传感器 雷达系统以及精确制导的导弹 这些先进的技术设备 赋予乌军无人机超强的目标识别和追踪能力 使其在执行任务时 具备了全天候全地形的作战能力 关键一点是 乌克兰军队无人机在此次任务中 展示出高度的协同作战能力 小分队的多架无人机通过先进的通信 与指挥系统之间进行实时的信息交换 并快速做出决策 这种学同作战方式使得无人机能够有效的组织自身动作 提高任务的成功率 这次打击所取得的战术成果对乌克兰军队杀伤力持续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俄罗斯的图2M3战略轰炸机作为该地区的重要装备之一 具有核打击能力和长航程特点 通过成功摧毁这样一架战略轰炸机 乌克兰军队不仅改变了地面战略格局 还向俄罗斯发出明确的信号 表明其具备了对抗俄军强势装备的实力 对于全球无人机发展而言 乌克兰军队此次成功打击行动无疑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随着无人机技术的不断发展 它们正逐渐地在现代战争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乌克兰此次成功摧毁图2M3战略轰炸机的行动 对无人机广泛运用于军事领域具有积极的推动意义